一般民众对于蜜蜂的印象就是群居在蜂巢内出产香甜可口的蜂蜜 但其实世界上超过90%的蜂类是独居的 新竹市政府最近结合中华大学与梧桐基金会 在金国绿园岛设立新竹市第一座野生风观测站 希望让民众更加重视生态 那新竹市政府要创造一个最幸福宜居的城市 所以我们也希望在生态环境上做更多的一个努力 那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和梧桐基金会 还有中华大学师生们共同一起启动一个新竹风计划 蜜蜂的风 那我们要为我们的野生风来打造旅馆 那在我们全市提供20个场域 要让我们的这些野生风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居住环境 那我想热爱这个生态环境的朋友都了解 其实野生风为我们这个环境地球做了很多的工作 他们最主要的工作是传播花粉 提供我们更多的食物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社区共同参与的一个计划 那我们连结了这一个学校的资源 还有民间的力量一起来做 我们希望一起打造一个更幸福的移居的生活 也为我们地球的环境尽一份心力 观测站透过太阳能发电 结合手机APP能够及时观察野生风的入住率 未来全市各地即将建设20座野生风观测站 让新竹市成为对生态更友善的城市 我们设计器的责任就是要改善人类的生活 不过我们今天是要先改变改善蜜蜂的生活 蜜蜂的生活更好了 我们人类的生活当然也会更好 我们发展出我们这一套监测设备 只要有蜜蜂到了 它会先计它的数量 你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一些电子设备 事实上我们还是有一些关电的电机电子来参与 所以我们事实上是全校总动员 将来很快的我们会在新竹市 架设至少20座的风旅馆 让各区的民众都可以去看到 那同时我们会邀请中华大学的学生 进入校园中小学的校园 让学校可以去推广给小学生 让他们利用周边的身边的 可以取得的天然材料 就可以去搭建自己校园里面的野生风旅馆 野生风大多独来独往也不会攻击人类 受粉率更是超过大家熟知的小蜜蜂上百倍 透过跨领域的合作给野生风一个家 也为我们的后代保留更多物种 让生态有更好的空间 凯博新竹陈若怡红采访报道